你相信前世今生因果报应吗 14年前在泰国发生过一起震惊全球的少年失踪案 13名足球队员和一名教练被困在泰国青莱府北部皇家森林公园里的一个洞穴中 整整搜救了半个月 泰国还派出了京瑞的攻击队 也完全没有一点消息 直到有一位高僧收到了公主的托梦 整个案件的真相才浮出水面 时间回到2018年6月23日 泰国青莱府有一个男孩准备庆生 但当家人都准备好的时候 参加足球训练的男孩却迟迟未归 家人们在寻找的过程中 发现足球队13个孩子的脚踏车 都停在了皇家森林的睡美人洞口 正好遇上暴雨天气 大雨不断地向洞内注水 孩子和教练已经完全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虽然情况紧急 但青莱府的睡美人洞 位于群山怀抱之中 全场有一万多米 里面的道路曲折于回 高低起伏 最窄的地方只有40厘米 潜水员都不能背着氧气瓶前行 正好又遇上洪水的道观 里面的水质浑浊不堪 即便是专业的潜水员进去救援 都可能危机自己的生命 那失联的是三个男孩和一名教练 在伸手不见屋者的洞中 没有食物和水源 如果救援不及时 恐怕就会遇难 搜救队赶到现场后 开始不分昼夜的寻找 紧接着官方也报道了消息 20来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顶级潜水员 和探险爱好者都参与了救援 泰国本地更是派出了海军救援队 希望利用最短的时间 可以找到失联的孩子 但是洞穴地势复杂 和暴雨的不断灌入 更是加大了救援的难度 虽然人们不放弃一丝一毫的救援希望 但如果硬闯 只能是一命换一命 搜寻了四天无果 还牺牲了一名海军搜救援 就连专业的医生都无奈的预测 或许受困的少年 会有三到五人死亡 就是在这个时候 附近的一家餐厅老板娘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 发布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她说自己梦到了 被困三百年的公主 要她把泰国的高僧 古巴汶春找来 她就放过这十三个少年 因为这十三个少年 正是当年杀害她心爱之人的凶手 可餐厅的老板娘 根本不知道谁是古巴汶春 只能发在网上求助大家 说到这里 人们就需要插播一个泰国 三百年前一直流传至今的 七美爱情故事 三百年前的薛双版纳 景洪王宫里 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公主 爱上了一位出生贫穷的 养马小伙 但皇家贵族 怎么可能同意这么亲事 于是两人偷偷地 跑到了美赛县 藏在了一个山洞里面 国王也派出了十三名卫兵 一路追到了他们避难的地方 正好遇上了 出来寻找食物的小伙 直接结束了他的生命 公主得知真相后伤心欲绝 直接拔出头簪 自尽了 随后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公主身上的血变成了美赛河 身躯变成了群山 身处的地方变成了美人洞 当地人都知道这个传说 还在洞外搭建了一个小寺庙 每年都会来祭祀 听完故事后 我们再回到正题 当时不仅是餐厅老板娘梦到奇怪的梦 就连远在缅甸的古巴汶春也收到了梦境 于是古巴汶春在6月29号的时候 赶到了泰国青莱府的皇家森林公园 据说古巴汶春来到山洞附近 天空就开始下起了雨 他在洞外默默地祈祷 随后一个人独自走进了山洞 两个小时出来后 上车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又带着自己的弟子 来到了洞口开始超度公主 当时有人问古巴汶春 孩子和教练都还活着吗 古巴汶春回答 孩子和教练都很好 大家不要着急 一两天之后就会出来 虽不知道高僧在洞中究竟经历了什么 有没有见到传说中的公主 但是他的话应验了 两天之后 英国潜水员在距离洞口4公里的地方 看到了被困的13个男孩和教练 他们静静地坐在岩石上面 没有一点惊慌失措的表情 随后跟着搜救人员游出了山洞 孩子们刚获救 洪水就再次涌入了洞口 就像是一切都安排好了一样 被成功解救的孩子们 为了致敬救援队 他们选择了集体短暂出家 给他们默默地祈祷和保佑 就连侵灵现场搜救的泰国武器队都感叹 这次的搜救不知用奇迹还是科学来形容 可神话传说究竟是神话传说 古巴汶春和公主的故事 我们无法证实真假 只能说是一个因果轮回的故事 它释出有因 却查无实据 就当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吧 神秘认为除了托梦的超自然现象之外 13个男孩可以在半个月 断水断粮的状态下平安脱险 和他们的教练有着莫大的关系 因为年仅25岁的教练 曾是一名佛家出身的比丘 有着七八年的打坐经验 他在洞中让孩子们学习打坐 保持自己的体力和精神 不急不躁地等待着救援 这也是孩子可以在洞中一直坚持的原因 虽说打坐的深意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但是打坐确实可以起到 降低损耗 恢复体能 含养心性 转移焦虑 放松心强的目的 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经常打坐冥想的人 患中风的几率会降低33% 患癌症的几率会降到50% 患心脏病的几率会降到25% 由此可见 打坐确实保存了13名少年的体力 被困在半个月里 他们只受了两斤 如果孩子们没有教练的指导 可能内心不安的情绪 早已迫使他们受伤 或是遇上不可挽回的事情 就如佛家所说 心底不空 不空所以不灵 唯有静下来 才能解救真正的自己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神秘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